那剛剛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我們其實呼叫他丟一個 丟一個參數給 給這一個 function 然後 run 完之後直接就把 結果 print 他沒有一個 return 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那個 我剛剛舉的例子 一個主管要底下報告 你報告完就好了 反正你們報告就好了 另外一個 有回傳直譯是說 你們把那個結果 你們把那個報告 簡報做好之後你拿來給我 然後我來報告 一般很多時候是那個 上面老闆一定是 叫底下做好給他他去報告 OK 就不是說在這邊 print 喔 意思是 你最後是要把是不是直數告訴我 然後由我來宣布 是不是直數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們要把 剛剛這個是沒有回傳值沒有 return 要把它改成有 return 有回傳值的話 程式要該如何撰寫 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print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說 不要在這邊print 而是說把這個是不是直數的結果 丟回來給 給這一個什麼 這一個 function 然後 function 在這邊做print 那程式該如何修改 第一個 我們可以怎麼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先註解料好了 原來是寫成這樣print 那請你在底下 我按個enter 一樣在if的下一切 關鍵的地方 特別注意喔 你打一個叫return return有關鍵 其實你在 clippus 這個地方 你打一個r 其實會出 re就出現return 空一格之後的話 你要把什麼東西return回來 特別注意喔 把剛剛那個字串 不是直數 其實特別注意喔 是return一個 字串 叫做不是直數 所以特別注意喔 txt本身喔 將來return回來 那txt就是 會接到什麼 接到這個字串 那反之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是在這裡print 所以兩個都要 你不能就做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加一個return 那return什麼呢 把這個 次數的這個 這個結果 把它加到後面 特別是要return一個字串 ok 次數 ok 那誰去接 怎麼接 特別注意喔 剛剛是 沒有這個return 所以呢 直接這樣寫 可是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 假如說有return的話 那將來這邊 放的就是一個字串 比如說如果 跑到這邊 不是直數的話 比如說25W 他不是丟回來 這個地方 就會是一個字串 那是字串的話呢 你如果沒有一個動作 print的話 他是不會出出的 而是只是 就是一個變數在這裡 就沒有任何動作 所以喔 如果你將來喔 希望把return回來的東西 再print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剛剛的這個 test前面喔 多加一個動作 叫print print什麼呢 把他 把他return回來的東西呢 再幫我輸出 ok 差別在這裡 所以要return 我們來試一下 特別是喔 剛剛最大的差別是 剛剛是喔 你就自己做完 你就自己去報告 現在的話 不是 你就把你做好的結果 告訴我 由我來這邊報告 這差別在這裡 所以特別是喔 欸 主程式本身喔 本來是這兩行嘛 那就會多一個print 由他主程式去做print 上面的話就是一個function 下面就是主程式啦 ok 結果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結果會不會ok呢 那一樣喔 25 enter 當然你會發現啦 結果 應該是會是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呢 不是指數這個地方 是由這個主程式去做print 那剛剛的話呢 是直接就是function 就直接print掉吧 ok喔 差別在這裡 那其他的話 四指數的部分 53 一樣喔 這個53丟過去給他 他跑到這邊 四指數 那就把四指數return給他 所以從這邊 接收到之後呢 再把它print 出四指數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後的話呢 城市裡面 當然沒有必要啦 沒事 你說真的 像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function 反而讓城市稍微變複雜 可是將來會有蠻多地方喔 就是一段城市會 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城市 都會共用到這一段城市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 把它寫成function ok喔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有return的部分 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那前面剛剛那個方法是 沒有回傳值 這個方法呢 是有回傳值 有回傳值 你必須接到之後的話 外面呢 再去做輸出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剛剛是 沒有回傳值 這邊是有回傳值 那如果你們之前有學過VBA的話 這個比較 剛剛那個寫法比較像sub 這個寫法比較像VBA的function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寫過其他的城市的話 大概可以類比一下 只是說VBA裡面 它如果沒有回傳值 它不叫function 它叫sub 在python是 反正兩個都叫function 只是說 它可以藉由有沒有return 有return的 那就有回傳值 沒有return的 那就是沒有回傳值 就大概差別在這邊 ok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function的 兩種操作的方式 ok 未來如果你遇到說 有需要共用程式的地方 你就記得要把它 懂得會要寫成這樣的一個方式 要不然就是說呢 以後 假設一個teamwork 有人就專門寫方圈 有人就專門怎麼樣 專門是寫主程式的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幫我怎麼樣 計算某一個公式的結果 比如說 假設什麼 語音輸入好了 我就要有個語音輸入功能 那我語音輸入的話 我就是 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 MP3的音效檔 然後我 丟給你好了 然後你return給我就是 那個MP3裡面 有人聲的地方 你return一個字串給我 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 把MP3裡面 人講話的聲音 自動轉成字串 return回來 所以這個就有個return有沒有 你傳參數是傳什麼 傳一個MP3的檔 return什麼東西給你 return一個字串給你 那你當然就分開了 有人就專門寫那一段function 有人就專門寫什麼 寫主城市部分 ok 其實一般 大部分的人就是 反正就是顧到主城市這一段就好了 因為像那個什麼 像我剛剛講那個語音辨識 其實拍攝已經有很多 這個 已經有人寫好的 那你只要呼叫就好了 因為最近 我也在試著 把那個什麼 像因為那個 YouTube上面都沒有字幕 你如果要用人工加字幕 但是 一個非常 麻煩 不可能的任務 一定要有專門人在幫你加字幕 要一邊聽一邊打 一邊聽一邊打 還要時間軸還要對好 有沒有 其實很麻煩 但是 python裡面有一些套件 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我把MP4檔 丟過去有沒有 它可以return那個什麼 自動幫我把MP4 我上課的影片 所有的字幕 都幫我把它 輸出成一個個文字 而且連那個時間軸 今天哪一個時間到哪一個時間 都幫我弄好 我發現功能還蠻好的 我弄出來了 但是 我覺得還是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它正確性還是沒有100% 即便百分之90好了 只要百分之10 所以變成我還要花時間 我要去校對 雖然是校對已經省掉我很多麻煩 但是 光那個影片上面一個一個校對 也是很花時間 等於是說我要把我的影片 從頭到尾以後再看過一遍 那等於就是說 上完課 我錄了多少時間 我就要再花 同等的時間 再重新看過 這有點花時間 不過感覺 至少我覺得 將來 上完課的影片上面 可能就會出現字幕 就可能性越來越高了 但是 應該理論上 也許我可能會示範的做個幾個吧 先玩玩看 測試一下 以後看看能不能再 看看有沒有那種 Python裡面有沒有套件 直接就是怎麼樣 除了語音變色還沒有校對的 有沒有 自動幫我校對一下 裡面 就是那個 錯誤的部分 或者是說 可以 假設我校對過 可不可以幫我學習 用Machine Learning 自動幫我記得 可能他曾經做過校對的部分 然後以後呢 出來的那個結果 就會越來越正確 OK 如果可以的話 那當然是一個很棒的一件事情 以後的話上字幕就不是很麻煩 你要專門找一個人幫忙 幫你聽 然後幫你打 還要幫你上那個字幕的位置 其實很花時間力氣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當然不只這些需求 很多很多的需求 有沒有辦法把它 用這種方選的形態 把它程式給 讓程式更便於使用 讓程式更便於使用